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又见面了 跟小九月呢在协议离婚,她不是一直不同意吗 所以说呢我就已经起诉了 然后的话呢是吧,这个东西呢给人家就说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该呢能分多少钱就分多少钱 我呢不想跟她就说再牵扯下去了 因为呢已经跟她谈了就说有很久的时间了 本来呢我也想着是吧,两个人呢就是说和平分手 这样子的话呢是吧,低头不见抬头见 然后的话呢也没有必要说吵得面好耳赤的 但是呢她始终是不同意 还有呢她今天也对我发火了 说让我去撤销这个起诉 但是呢我心里面肯定是不愿意的是吧 我直接就跟她说这个东西呢是吧 跟你谈了很久了 是你一直在拖着,你不肯去 没有办法 那我只能这样子了 你也不要说怪我做的太过分 然后呢她又跟我提出了条件嘛 第一的话呢就说那个真地款要10万块钱 这一点呢其实是完全没有验可的问题的 我呢也可以就说答应她 毕竟的话呢我不想就说为了这一点啊 扎实的利益 然后的话呢耽误我太长的时间 钱呢是吧,有时间心情好了 可以慢慢的挣 这个钱呢是吧,总有一天能挣的会来的 嘿的话呢是吧,说要平分我的财产 都不用平分了,我这里呢还有3万块钱这样子 我全部呢我都说我给你就行了 没关系嘛,你想拿着是吧,你想日子过得好一点 我就看在这几年的情分上面 我多给你点,那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你愿意同意就行了 最接受不了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是我儿子的问题 这一点呢也说过很多次了 他呢始终就说啊,觉得呢他付出的比较多 我想说的是,我把我儿子养的这么好 是吧 前大时间呢是因为这个鉴定的问题 是他欺骗我的问题 我就觉得,对不对 既然不是我的 那你带着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现在的话呢 这个东西已经水落石出了 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说你要带着 我呢也觉得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想带着你就带着是吧 你想就是说采摘这个胜利的果实 那我也成全理 但是呢我爸妈得知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就非常的反对 说呢是吧 这个钱呢经济的问题呢 可以谈也可以给一点 但是呢儿子是吧 他的孙子什么的 肯定是不能让小绝带着的 如果说他带着的话呢 相当于说是吧 这辈子估计呢就很难过这个好日子了 我爸妈呢也是说心疼就说我儿子嘛 因为呢在这里那么久了是吧 从小到大的每天都陪伴 然后的话呢 这个感情呢也非常的深厚 不像是吧 我儿子跟他外公外婆 压根呢就是说是没有任何的感情的 因为这么多年呢 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表示一点自己的心意 完全呢也没有说把他看在眼里面 过年过节他生日满周岁出生的时候 从一开始到现在 然后呢是吧 没有一个小红包 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连衣服都没有买一套 虾然说这么多年连面都没有见过一次 因为呢我没有带过我儿子回过娘家 然后的话呢 他们也从来没有过来我这边过 生孩子的时候 满周岁的时候 哪怕到现在是吧 快四岁了 一次都没有见过 你说这个东西是个正常的事情吗 我觉得呢一点都不正常 我爸妈就说了 不管怎么样是吧 孩子终究很不像那个心 你呢一定要想法设法的 把孩子给留下来 这个呢才是重点 其他的事情呢 你随他怎么吵怎么闹 能妥协的 你又妥协妥协不了的是吧 你就去走流程 去法院就行了 也不用跟他在这里说三道四的 说太多了 终究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 他呢是吧 也不会说心甘情愿的离开 因为呢在这里过关了 这个清闲日子 哪怕他出去上班 自己去赚钱回娘家 也没有那么好过 哪怕是回到了娘家对不对 也没有任何人看得起他 所以呢现在搞得我左右为难 我呢是吧 无所谓 小姐越想带着 那我就给他带着 这样子他就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再要挟我了 但是呢我爸妈说 这个东西呢 你要谨慎考虑哦 这个决定错了是吧 那可就返回不了了 对不对 到时候呢 他又拿孩子来说事了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一想的也对 你们说是吧 这个情况怎么搞嘛 到底呢是把儿子 要不要带走嘛 我现在心里面的呢 好纠结啊 好纠结啊 好纠结啊